來看 4 8 9 今天我們來到了一個非常神秘的地方 外表看起來看似一個荒廢老舊的倉庫 可是其實它是一個私人招待會所 那最特別的是今天跟我們拍攝的攝影師 他們是來自韓國的團隊 拍攝的過程中 其實沒有太多的閃光 只是拍出了我如仙女一般的美麗 那當然我本身底也很好 因為我保養你做得很好這樣 所以呢就是 你知道看起來像一個Angel一樣的 像天使一般的武俠這樣 我是一個很獨立的女兒 把自己照顧得很好的女兒 不讓爸爸媽媽擔心 而且有能力也會照顧家庭的女兒 我爸媽常說我是他們 上天掉下來的禮物這樣 我算是個乖孩子吧 我沒有太多的叛逆情 最叛逆的想法是說 想要帶著我媽遠走高飛那種 但還好我沒那麼說 可是我覺得每一個家庭都有自己的 難關跟問題要度過 然後我覺得很慶幸的是 我們家現在的狀態是非常圓滿的 然後我爸爸媽媽也都成長了 也都長大了這樣子 變得能夠更自在的享受 現階段的這個老民生活